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像海商也是来做生意的 可是到了更后期清朝时期 海盗就不再只是海盗 而是另外一种角色 因为他是确实是跟官府对抗的人 那事实上早期的海盗 我们都知道像明朝的时候那些海盗 也是跟明朝政府对抗的 只不过是因为明朝实施海禁 所以你海商只要出去做生意 因为你出去做生意就违法 所以被抓到之后 很多人就干脆沦为海盗 算了 直接就在海上 一边经商 所以他们那个时代的海商跟海盗 有时候很难分辨 那么到了清朝时期就不太一样了 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海盗的性格里面 有一些是中国的历史记载里面 比较少看到的 可是西洋人对于海盗 却有不同的定义 我也感到很讶异 曾经探讨过 我想我们节目里面也曾经讲过 说西方的海盗 他对他有一种崇拜 他仿佛是跟官府跟体制 对抗的一种反抗者叛逆者 曾是被赋予了勇敢对抗 为贫穷的老百姓出一口气的勇士 这样的一种意义 跟中国跟东方都不一样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么东方也是这样子的 其实东方的海盗 也是跟官方对抗的 可是他们在历史记载里面 在文学里面 很少被留下来 可是在整个清朝时期 有一个大海盗 倒是被留下来他的名字 他叫蔡谦 当然蔡谦在清朝时期 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象征人物 为什么 因为他跟官方对抗 那最近在Netflix 有一些关于欧洲海盗的故事 那都是在大航海时代 他甚至于有一部纪录片 专门记录了 这些反抗体制的人 然后从欧洲出来之后 到加勒比海一带 那他要继续反抗英国的 西班牙的这些帝国的势力 所以他想要在那里建立一个 海盗的自由王国 因此海盗被赋予的是一个 自由的灵魂 反抗体制的灵魂 是一个追寻自由自治 要求人权 要求生命的一种自我饱满 生命的自我意义的呈现 那么清朝时期的这个蔡谦 是不是也一样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那么我们来 今天就要来讲这一个蔡谦的故事 那蔡谦留下来的资料很少 只有在台湾通史里面 就是连横写的台湾通史里面 有写到他的故事 可是民间传说很多 那民间传说就很有意思了 民间传说他是福建的同安县的人 那从小家里就很贫穷 小的时候他因为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去街道上卖甘蔗 那卖甘蔗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做的事情 因为你披来的甘蔗一定是一根一根的 上面带着皮 那我为什么会懂这个 因为我爸爸年轻时候 因为家里贫困 在那时候台湾刚刚光复时期 然后他青年时代没办法生活 所以去街道卖甘蔗 他说你甘蔗要整批批发来 一大批从农民那边批发过来 然后你要削甘蔗皮削完了之后 才能够在菜市场卖 所以你的动作要非常快 削甘蔗要削得非常快 你的动作灵活 然后身体要体能很好 你如果体能不好的话 你甘蔗削得慢了 你利润上做不到 然后后面排了一堆人 要买你的甘蔗你就没办法 我不知道菜签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动作慢或者怎么样 总之呢 他不懂得做生意的方法 导欠了商家几千文的钱 结果有一天菜签在一个庙口 卖甘蔗的时候 碰到的那个商家老板 因为欠钱嘛 被那个老板抓住了 痛打一顿 这时候很多人聚集在庙口看戏 我们都知道卖甘蔗啦 卖小贩都会在庙口 很多人的地方嘛 看戏的那么多人 没有一个人出手来救他 后来是有一位教书先生 看不过去了 给这个老板一元钱 就是给他一元 整个把他那钱给还了 还解救他的难堪 蔡千从此非常愤世技术 他入海为道 可是很有意思的 他对于读书人 特别是教书先生 特别尽忠 因此他无论到哪里去 去当海盗去打劫 他无论怎么样干 他对于这些教书的人 他一路都是很尽忠的 这个就是他很有趣的地方 那么后来在清朝官员 抓到了蔡千他整个集团底下的一些人 那么在1808年的时候 那有一个闽测的总督 曾给皇上的作者里面说 他抓到了蔡千的羊子 他有个羊子叫蔡二来 这个蔡二来的人 向官方共称什么 他说他原来是福州人 14岁的时候在海边捕鱼 被蔡千抓到了 蔡千看他很聪明很凌厉 把他收为羊子 后来他改名叫什么 改名叫蔡二来 他大概是收的第二个羊子 甚至于他后来抓到的 在海上抓到的女子等等 就配给他 有一个人做他的妻子 他就跟在蔡千的身边 去打劫 然后去海上当一个强盗 当海盗 后来他也曾经来攻打台湾 那被蔡千封为北陆总兵 那么蔡千在什么时候来攻打台湾呢 在1804年的时候 1804年的时候 蔡千本来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商贩 后来沦落为海盗 但是那个时候海上在互相在并吞 所以很多海上的徒众会互相吞并 然后谁聪明 谁有领导能力就慢慢把这些 海上的这些盗贼慢慢的并吞起来 那么蔡千曾经跟那个叫租坟的人 这个人合伙他们曾经打劫从台湾 运销到厦门的船 那船上有台湾米有几千弹 那个时候我必须讲一下 那个时候台湾的移民者很多来开墾 开墾完之后台湾因为土地丰厚 所以生产了很多稻米 这些稻米糖乃至于茶叶等等的 怎么办呢 多出来的起始这些开墾者这些大的就变成商社一样的航商 航商就把它运到海边 然后运回厦门去出售 而福建那里因为有太多人 事实上福建的山多 然后耕地少 所以它的米往往不够 过去福建米也曾经要靠广东那边的米运过来接济 这个地方才不会缺粮 那现在台湾生产稻米太好了 所以福建的很多米粮是靠着台湾来开墾的人 然后再把它运回去出售的 结果他们就在海上打结了几千旦几条船 几千旦的稻米 他跟这个朱坟这个人分享了 结果两边就结合在一起 后来蔡迁就进入福建这一带 结果福建这一带有一个水士叫李长庚的人 他跟蔡迁一样都是同安人 那蔡迁知道李长庚这个水士是很敢打仗的 而且他的手下是很能打海战的 所以他知道不能跟他对抗 因此他就迁走就走了 那时候到1804年的时候 他眼看台湾既然有这么多稻米 海上都抢得到那不如去台湾好了 所以1804年夏天的时候 他就来进犯鹿港 他进入鹿尔门 后来鹿港没有攻城 结果他又进入鹿尔门 可是鹿尔门本身就在台南 有水师住房 所以他也很久没有打海战了 这个水师住房但是很久没有打海战了 所以蔡迁的这个船海盗船就进入 很顺利的进入了北山 攻入了这个台南 那官兵呢本来要打那个大炮去攻打他们 想不到大炮打不出去了 太久没用了打不出去了 所以他整个就就被他打垮了 官军正在莫可奈何的时候 官兵突然听到说北山失去了 所以很多那些那些奇人 就是满清的那些将军住 住在安平这个地方的人赶紧派兵出来防守 然后到了后来呢 蔡迁眼看防守越来越多了 他攻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干脆烧了一艘商船之后 然后又焚去了这些官兵的一个营地 焚完之后那些官兵大概没有什么可以来攻打了 所以到了几天之后东南风吹起来了 那时候五六月之间的东南风吹起来 他就把抢来的东西呢放上他的船 用连横台湾同时的说法 他叫做什么呢 他叫永仲之悠悠而去 好像很悠然的就走掉了 好那李长庚呢 眼看不行他就把他追击到他 后来就派兵来过来追击 结果追击到淡水他还是继续逃走了 好到了1805年就隔年四月的时候 他的大队人马又重新集结起来 他不知道去哪里抢了 又继续拥有更多的船 事实上海盗有一个必须做到的事情是 他必须把抢来的钱继续造船 因为他在海上打仗船的损失是很大的 所以他必须继续造船 所以他要在岸边那边有一些 他的基本的据点去预定船 有人帮他造船 船造好了之后 船上还要配备一些枪炮弹药等等的 所以这个造船对海盗来讲 也是一个必须的投资 如果海盗作为一种行业的话 他也必须投资 这个时候蔡迁又拥有数百艘的船 他势力越来越大 所以他就结合了台湾陆地的这个三匪 链腾里面叫三匪一个叫洪老师的人 那两边结合起来 这个时候他来供淡水 供淡水一供进去之后 这个洪老师又从陆地上跟他会合 想不到淡水被他供破了 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台湾府是在台南 台南那里防守的重兵 可是北部还防守不伸严 不够 所以他就很快就攻打了 然后呢他俘虏了一些什么 俘虏了一些读书人 我们讲过他对于教书将 或者读书人是很敬重的 因此这些读书人受到他的敬重之后 就拍他马屁 跟他说你这个时候天时地利人和 台湾又在大陆之外 那么你不如在台湾聚三为王 难免成王 而且你可以重建大明王朝 反清负民 然后你可以号召各地的英雄 来跟你在一起 好 所以他就占据了淡水 然后呢 把兵派到蒙甲去 把蒙甲的一些商贩啊等等的 抢劫了之后 然后把官府给烧掉了 那时候自称叫什么呢 叫正海威武王 正海威武王 然后他渐元 就是比如说什么元年 什么元年对不对 他渐元叫光明元年 你看到光明这两个字 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大明王朝 换言之 他要跟明朝这个正统结合起来 然后他祭拜天地 这个有没有很像天地会的一个仪式 他祭拜天地完之后 开始继续攻打 所以到了淡水的一个都市也战死了 淡水的同志也受伤 然后整个官军事实上望风披靡 就这样垮掉了 他把北部占好了之后占领了嘛 然后呢 派遣他的党羽继续来哪里 党羽来攻凤山 就高雄凤山 那凤山这边内陆里面也有 内陆起来起义的人 然后起事的人叫吴怀士的人 他起来跟他对应 于是两边同时攻打 也就是陆地上有人起事 然后海边也来攻打 就这样子 一攻打之后 那时候蔡谦就攻到陆儿门 然后陆地的人在起事 然后他们互相呼应之后 把盐水 就是现在那个盐水港 还有骁龙 就嘉义骁龙那边北埔等等 整个互相呼应起来 最后呢 攻打下来 嘉义就被他占据了 然后整个南北的交通 因为他中间这样的占据 然后北部的淡水 又是他攻下来了 所以整个就交通断绝了 这个时候地方上开始紧张了 为什么 因为他终究是海盗 他如果进来打劫的话 他一定是先抢这些米啊 粮食啊 糖啊等等的 所以本来在这里 经商的士绅 商人商家 他觉得开始紧张了 所以台南三郊的商人 就开始大家聚集资本 然后这些贸易商 就把钱聚集起来 因为他这样子一打下来之后 台湾海边的这个港口 被他攻下来了 所以对厦门的贸易 就没办法做 没办法做这些生商 根本没有办法做生意 生存下来 那这些商人因此集资 准备来对付海盗 那这个三商呢 包括什么呢 台南的南郊北郊 还有一个什么很重要 是唐郊 为什么要特别讲唐郊呢 因为他代表三个三股势力 就是台南府嘛 作为府城 他有南部的北部的 还有专门做唐部的 做唐部的 他们聚集起来之后 筹集资金大概几万两白银 然后开始去募集乡用 然后乡用再开始把这个 府城周边 做木城在海口那里 在府城的周边 还有海口那边呢 用木头建起来一个城堡式的 保护起来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内部也开始作乱了 偏偏作乱的三贼里面 也有人在台南这边 因为他们我们都知道 开墾者跟开墾者之间 本来就有很多亲戚关系 所以就有人跟他呼应 这个时候蔡迁觉得 他本来在淡水 他觉得南下大有可为 所以台南的府城 既然可能攻下 就应该去攻下来 所以他就想要把这个 台南府城攻下来了 可是他到这里的时候 他觉得这些三贼 到底能不能合作 他进去之后 你知道他是一个海盗 海上他可以争亡 真的到了陆地上 他会不会能够这么作战 他下去的士兵 能不能这样打仗 他也不知道 然后三贼能不能跟他呼应 用他为王 他也不知道 所以到了这一年 十二月的时候 就是1805年十二月的时候 他开始出兵 终于觉得三贼可以 来他出兵去攻打安平 那隔天呢 又攻打那个郡城 最后还好 这些士绅所募集的相拥 非常勇敢 终于把他们打退了 可是呢 最后两边就僵持在那里 就正在这个两边相拥的时候 好 到1806年 终于 因为那时候已经冬天了嘛 终于福建的水师那边知道说 台湾府这边出问题了 我们必须知道 那个时候的台湾还没有建省 所以台湾是属于福建省台湾府 因此台湾的这些水师啊等等 都隶属于福建的 所以福建的水师李长庚呢 立刻派兵派了金门镇的总兵 跟澎湖的水师王德路进来攻打 我们都知道嘉义有一个王德路的很多传说 王德路变成一个嘉义人的一个传奇 他甚至于是一个很会打仗的将军之外 然后过去电视剧里面 也有王德路的故事 歌仔戏里面也有王德路啊 包括叶清歌仔戏啊等等 演过王德路的故事 他变成一个武功高强 然后讲义气的一个大侠 很有趣 那他原来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很能打这个海盗的 而且他是能够打海战的人 所以福建水师李长庚 就命令这个王德路呢 到台湾来来打 好 这个时候呢 蔡谦想到嗯这个官兵要来了 他如果从路尔门攻打进来 怎么办呢 所以他在路尔门那边干脆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海边比较浅 沙洲比较浅 所以他干脆把船沉掉了 沉船卡住了路尔门的入口 然后入口进不来之后 他的水师就进不来 也就是说好 李长庚你派兵过来 要来援助来打 可是你进不来了 还好李长庚知道说 在台南进去有南散北散那边 那边有小舟可以通 所以他派了两个将军呢 架了澎湖的那种比较小的船 趁风开进来之后 进入港岸里面之后 把贼船啊 就是蔡谦的船 三十几艘给烧掉了 那俘虏了他们上千人 最后终于进入港内 开始反攻了 最后当然李长庚的士兵 还是有训练过的 王德路也很勇敢 所以就逐步的把蔡谦的这些海盗们 然后终于给打垮了 可是呢 蔡谦可没有就这样子退走了 他依然继续在打 那事实上呢 蔡谦在这个时候 他慢慢退走 他知道说三贼那边 想不到三贼那边 也被后来士生所建立起来的相拥 对抗给困住了 那这怎么办呢 他想他只有重新回到海上 所以蔡谦很快的回到那个船上去 到这一年 初六的时候 北风骤起 然后过去的几条被沉下去的那些船 在风浪这样吹吹吹的时候 那些沉船里面有几艘 重新从海岸边又飘回来了 这时候蔡谦赶紧出了很多的钱 去贿赂什么 贿赂带过来的浙江兵 事实上我想讲的是浙江兵 为什么可以贿赂 因为台湾的兵 并不是从台湾相拥里面 自己训练出来的 而是三年一任 从大陆各地调过来的 有的是湖南 有的是浙江 有的是福建 有的是广东等等 所以有一些这些兵 其实他们语言自己都不太通 都不太通 所以说真的 当时的指挥官也很难 因为你三年一任 然后来的兵又语言不通 如果你语言不通的兵 一定是他制成一团一团的 就浙江兵自己抱团成一团 然后福建兵自己抱团成一团 所以浙江兵被贿赂了之后 就开了一个口子 然后蔡倩就趁黎明的时候 从路尔门这边冲出去了 然后李长庚派他的水师追过去 他夺了十几条船之后 想不到几个福建兵 根本不堪打 看到他要来打的时候 就赶紧就逃走了 所以敢逃的人就逃走了 然后其他的兵的追也追不到了 最重要的是 有一个叫玉德这个人 有当时的总督叫玉德 那么玉德这个人呢 忌讳什么 忌讳李长庚的水师 这样的战功 他太能打了 所以他主张什么 主张安抚蔡前 所以玉德这个人 手下的兵根本不愿意立战 李长庚去追的时候 根本他们其实就是战不了了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当然陆地上的其他的一些山贼 看到蔡谦败走了 他很快就败走了 可是蔡谦 可没有这样就结束了 他随后呢 去哪里呢 他眼看既然这边不能打 那么他就从这里走了 走了之后呢 他看到台湾其实整个版图还在啊 台湾这么富后 他怎么可以就这样离开呢 所以他继续去攻打哪里 攻打格马兰 往北去攻打宜兰去了 而那个时候宜兰可 清朝可还没有能够完全掌握下来 格马兰才刚刚开拓未久 那么这个故事还会怎么演变呢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诉说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渡 我们刚刚讲到蔡谦 离开了台南辅城之后 到了海上 海上之后 他开始想台湾既然这么富后 那土地这么肥厚 那不妨占据一个地方 当他的据点 所以他就把船开到北部去 准备去攻占哪里 攻占格马兰就是伊兰 那伊兰正在 那时候叫格马兰正处于台湾的北东方 所以跟淡水这边还隔得很遥远 然后更何况距离台南 更遥远的 整个根本还没有什么清朝的势力进入 只有在乾隆后期 吴沙开始募集一些移民进去开墾 那祖土围在乌石港的南边那里 后来吴沙死掉之后 把他的整个开墾的势力 交给他的侄子叫吴化 带领他们 然后这个时候 蔡前到达这里的时候 想要攻打进去了 吴化看到蔡前聚集这么多海船过来 他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怎么办呢 他连夜募集了几百个乡用 这些开墾者可是都是很厉害的 他把一些要害的地方 把守住 然后什么呢 命一些贫瀑组的原住民 辅集在岸上 结果呢 到了蔡前抵达的那一天 隔天早晨 我们都知道他从台南府这边打败了 所以他们需要补给一些东西 第二天早晨 他要进去他的市集 去买一些货的时候 原住民 还有贫瀑组这些朋友们 就一起围上去逮住他们 总共抓了十三个人 十三个人之后 他们从他们口供里面知道 蔡前准备攻打这里 怎么办呢 很聪明 他们去山上立刻聚下来很多大的木头 这些大木头 他把他抛到海边去 抛到海边去把就整个港口就堵塞住了 我想我们的朋友可能很难了解说 那港口那么大 那些木头有用吗 我要说是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我分明见到过那种港口被木头堵塞的情境 那是什么时候 是淘滋台风的时候 淘滋台风那一年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记得 后来台北也淹了大水 在水后 台风主要是在中部那里造成很大的水灾 那台风把山上的大木头 巨木树木等等的南腰折断了 那当然更糟糕的是山上有许许多多的被山老鼠聚下来的大木头 那山老鼠聚下来的大木头那都是很大的块木 他就随着大水漂流 冲下来冲到海岸边 好从台中冲下来之后 顺着海潮一直往北流流流流流到哪里呢 流到翡翠湾 所以那一年 我记忆很深刻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可以看到这种情境 因为我要带小孩去翡翠湾度假去游泳 然后我们就住进去一个别墅里面去 然后跟朋友在那边玩啊 玩得很开心 说啊 说我们去游泳吧 然后就跟我小孩换上游泳裤 跑到海边啊 从来没有想到 海上怎么会变成整个都是漂流木 而且那个漂流木都是很厚的一层 就是整个海岸线延伸出去 整个海岸边全部都是漂流木 那漂流木多到什么程度呢 多到整个大概 它的宽度大概有将近一公里左右 你设想 这个时候如果水船要进来 怎么可能进来呢 而且那个巨木 那种大木头啊 有的人是要你要一个人这样 两手张开 两根手张开 核爆那么大的木头 那种大的块木 真的是块木 因为我有个朋友会懂得 从木头的香味 去分辨它是什么木头 比如说 张树有张树的那种香味 红块有红块的质地 辨薄有辨薄的质地 也有它的香味 当然各种木头 有它的味道跟质地 我个朋友会分辨吗 我就找那个朋友去看 他说天哪 那个大木头 红块扁薄 那个是 完全是三老鼠 因为它锯断的地方是 齐齐的 甚至用那种电锯给锯断的 锯断之后还用那种绳索绑起来 就这样子 从中部的海岸边飘 飘洋过海 然后从海岸边一直飘飘飘飘到台北的翡翠湾来 你想那多么严重 而且我会觉得当时从来没有想到说 原来海水的力量这么巨大 我们都难以想象的那种巨木 那么长 大概有十公尺长 那么长的巨大的木头 就是大概三层楼高 两三层楼高那样的一个木头 好 在海上飘浮着 然后你想想看 那样的飘的木飘在海上 你船怎么进来 所以后来政府的海岸就展开了 赶快清这个港口 清翡翠湾等等 把漂流木拿起来 好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因为这个经验室的我 看到历史这个记载的时候 我终于懂得说 哇 这些人真聪明 他从山上锯断的大木头 然后用大大小小的木头 把港湾给塞起来了 塞住了 好 船就不得靠岸了 船就不得靠岸了 所以两边就僵持在那里 最后没办法了 蔡千也没办法 因为他也不得靠岸 也不得不到补给 至少赶快走了 后来呢 他又开出去 然后到路尔门附近 去抢劫商船 可是这个时候 他的商船已经 得到了这个福建水师 李长庚 还有澎湖水师王德陆 他的军队在保护了 所以他们就合力来出击 跟他对战 最后 蔡千的船打不过 只好最后整个冲出来 然后狼狈逃走了 就这样子 终于台湾得到了一个平静 可是话说回来 李长庚可没有就此停手 李长庚怎么样 他派他的部队继续追击 追击到黑水洋去 然后蔡千的势力 慢慢就被围堵起来了 据说他将要被抓到的时候 他的手下开了一个长的炮 开炮 想不到那个炮 刚好打中了李长庚的主帅 这个主帅所坐的那一艘船 最后李长庚伤重不治死掉了 可惜了 李长庚很多人都说 李长庚就是蔡千的这个 唯一能够制服他的人 而且蔡千最怕的就是李长庚 想不到他就这样死掉 可是李长庚还有一个手下 王德路 王德路呢 就得到提拔 然后读什么呢 他就总管闽浙水师 就是福建跟浙江 他变成他水师的领导了 那王德路跟李长庚到处打仗 他也很能打仗 而且他总之他的战士战力 还有他的手下的那种战略战力 都很强大 所以他为了帮李长庚报仇 他继续追击他们 最后追击到蔡千没办法了 在黑水洋那边 两边打了一场大战 打到最后呢 蔡千知道说 这下整个被他们围堵了 没有办法 他又不甘心 最后他把所有的炮全部出击 然后呢 甚至于最后他知道自己也打不过了 开炮把自己的船炸开 自己沉没到海里面死掉了 那么传说中的蔡千的妻子 传说中的蔡千骂 刹给骂 刹给骂就是他的老婆 很厉害 他当然有很多传说 我们下一次再讲 等一下再讲 但是呢 他整个就整个都被抓了 但是也有一说是 蔡千骂其实比蔡千早死 他只是被抓的是他的一些小戒 他真正的这个很厉害的 海盗婆子蔡千骂 比他早死 所以整个就故事就 蔡千的整个党图就被灭了 被王德路给灭了 那王德路当然就在嫁异 变成一个很很强大的一个势力 那王德路后来还有一个故事是 鸦片战争的时候 清军 清朝的军队 在防守台湾 清军防守台湾 要防守英国的军队来攻打 为了防守呢 台湾当时的那个负责人叫姚银 都宾的叫姚银 那么姚银呢 就派了王德路去防守澎湖 有意思的是 英军都知道王德路很能打仗 所以他就把澎湖守住 他们没有先攻澎湖 这是很有趣的 当然 在整个故事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细节 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那么 王德路也好 蔡前也好 乃至于这整个故事也好 其实反映了清朝 对于台湾的治理里面 许许多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 为什么这些海盗 不只是海盗 反而有一种反清复明的意思 他要在这里 称帝称王 称为一个小小的独立的王朝 可是他还要取名 叫光明元年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 大历史里面 从郑成功以降 这样的意识形态 这样的一种独立在大陆之外 作为一个叛逆者 反抗者 想要在台湾独立起来 然后制成一个王国 来跟他对抗 制成一个自由之徒 这样的一种意识 其实是很浓厚的 蔡前的身上如此 那事实上整个清朝时期 也是如此 那蔡前的太太 还有什么故事呢 以及这中间有哪些值得探讨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说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杜 我们节目也会同时 上架到各大Podcast平台 您只要搜寻 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 重新听一听 这一系列的内容 我们刚刚讲到说 其实蔡前也好 乃至于郑成功也好 其实他清朝时期的海盗 都不只是海盗 他含有一种反清复明的意思 那这种反清复明的意思 特别在明朝末年 有许多这些智士流亡到海外 我们曾经讲过 朱顺水流亡到了日本 还有许多人流亡到了东南亚去了 所以这些汉人 特别是闽南这一带的汉人 有一些共同的汉族意识 这种汉族意识使得他们的反抗意识 特别强烈 当然在这整个蔡前的故事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清朝的官兵实在是没有能够作战 他三年一次轮替 然后士兵来自大陆各个省份 那加上了台湾内部的移民者之间 张州全州客家的 客家其实在当时的清朝记录里面 都称他们叫越籍 就是广东籍的就是广东的潮州那边过来 潮州是一路 然后客家是一路 所以这每个地方的移民者之间也不合 只要有人起来作乱 或者说要起来反抗 很多地方的人就会互相呼应 那这些移民者往往是一个家族 一个群体结合在一起的 那这些群体里面又结合了庙宇 结合了地方的势力等等 当然也有很多地方势力 他比如说当你张州人起来反抗的时候 那客家人很可能觉得 他会被张州人欺负 被他们吞并了 所以就会结合了原住民 结合了贫朴族起来 变成一个保护他自己村庄的一个 相拥的势力 就希望你们不要来打我们 打我们你要付出代价 所以大家平和相处 就这样子就会形成了各种势力 所以台湾一直有一个相拥的传统 相拥的传统 那这种传统也使得什么 使得这些相拥跟 从大陆来的士兵之间又有隔阂 大陆来的士兵又有的从浙江 又有的从各地来的 所以都不一样 当然 我们在蔡迁的故事里面也看到了一个 很特别的现象就是 当外部有发生作乱的时候 往往清朝政府所能够靠的是什么 地方的商生 就是地方的绅士 或者地方的拥有土地的地主 这个开墾大的开墾户 乃至于作为地方的商户 粮商 堂商等等 他们有钱 然后跟厦门做生意 所以你一旦作乱 生意做不了 就没有办法了 那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时期 从蔡迁的故事看到 这个时期 台湾的米 粮 糖 等等 外销到大陆 生意非常好 它可以接近福建经济上的困难 那如果因为海盗不通 商家受害 那就整个会出问题 所以 他们会集合起来一起反抗 那这个反抗呢 又跟原来天地会 或者希望反清复明的势力 又形成矛盾 所以台湾这样的一个历史里面 其实是很复杂的 我们要用单一的意识形态说 他们只是有反清复明等等的 这样的解释都不太通 也就是说 我们要回到那个历史的情境 里面看到很多不同的移民势力 不同的生活情境 乃至于不同的利益情境 等等的 这样互相协助 互相帮忙 但是也互相矛盾等等 你从这里面才能够看到 当时台湾历史的真相 所以我特别是在讲这些台湾史的时候 往往看到许多有趣的这样的历史 真实的一面 那里面就是人性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用意识形态 或者用什么简单的说 你要用一个政治口号 政治符号去把它盖刮的 我想没有那么容易 那么当然最后拼定蔡谦的是靠里长根和王德路 两个人嘛 那这两个人呢 后来成为海上的强人 一直到鸦片战争的时候 王德路都曾经参与过 好 在蔡谦的故事里面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人 叫蔡谦骂 他的老婆 蔡谦骂这个传奇故事太多了 我常常觉得蔡谦骂的故事里面 他中间夹杂了许许多多的 民间对于蔡谦这一个海盗的一种希望 也就是说把蔡谦骂过度神话 把他神话又附会到蔡谦这个海盗的身上 而这个海盗又变成一个反抗的象征 所以蔡谦骂就变成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存在 那传说里面是这样 他说他过去是一个奇女子 他曾经年轻时候长得非常美貌 嫁过了两任的丈夫 第一任的丈夫吸鸭片 然后很颓废不行 他最后宁可出去自己做事情 然后嫁给外面的一个人 想不到他碰到蔡谦之后 被蔡谦给折服了 而且久闻蔡谦的大名 所以就跟蔡谦在一起了 那蔡谦没有想到他这一个女生长得如此美貌 但是还气势非凡 又聪明又勇敢 所以他当场就拿出重金 就把蔡谦骂给取了 然后把钱交给了他原来的那个丈夫的夫家那边人 把他带走了 带上船 那一般当时船上是不准带女人上去的 那他把蔡谦骂带上去的 传说他懂得水性很会游泳 很能够指挥 而且在海上呢 他能够指挥一群海贼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是有手段的 当海谦去一个地方抢劫的时候 他会什么呢 他会到各地去要负伤 除了打劫 当然打劫时候不一定负伤全部都交出来 所以干脆就叫这些 特别是福建沿海这些负伤什么 交保护费 你交出来之后 我就不会去对你侵犯了 但是他不会说你要交保护费 他说我们要建天后宫建妈祖庙 所以据说蔡谦这个集团 到各地去打劫 很多地方他作为一个 他的基地的时候 他会在那里建妈祖庙 然后用建妈祖庙的名义 请这些富商来出席 然后非常礼貌的 请大家来出钱 就这样子 把钱聚集到了 那么聚集到了之后 他真的是也建了妈祖庙了 那事实上 他也跟在地的一些商家结好 比如说蒙甲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叫张德宝 然后这个张德宝呢 很厉害 他赚了很多钱 可是呢 他给蔡谦交保护费 所以他后来很多行商就 靠到他这边来 海上才不会被打劫 其实说真的 这种交保护费的行径 你不觉得很像郑之龙当年的行径吗 郑之龙不就这样收水费吗 那么 所以蔡谦的集团 据说在他的基林底下 淡水河沿岸啊 澎湖地方 都对他乖乖听话 而且呢 就乖乖交保护费用 那这样子他就不必去 每一次都要用武力去打劫 那么蔡谦妈还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抢来的货物分成三份 这三份是天地人 天是指用来什么 盖庙修船的 地是什么 地是积蓄 把钱藏起来 或者放在小岛的 其他的某一些航道上面 那这样子以后 万一他需要钱的时候 或者需要再建船的时候 他就有钱可以去建 否则的话 如果打败了打败了之后 没有钱可以去买 做新的船的话 他就垮了 所以另外呢 当然第三份人是大家均分 就这样子呢 天地人大家各分一分 所以他就等于是 完成了他的一种管理 不过当然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 势力越来越大 所以后来的战役里面 蔡谦妈打仗也失败了 当然他就很多传说 传说他会身着红衣红裤 然后带着两把刀 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女海盗 然后自己击鼓去跟李长庚对战 甚至有一个传说 当年李长庚在亲征他们的时候 本来快要把他们杀掉了 后来是因为蔡谦妈拿了一支长枪 那长枪可以射得特别远 所以他打到了李长庚 最后把他打垮了 这样 就是射死了 就蔡谦骂射死了一支长羹 当然这是传说 这都是传说 我是觉得这次代表了民间 赋予了蔡谦这个集团 某一种母性的感觉 你想可以想见 就是说民间如果 对于蔡谦有一些寄托 特别是他的反抗性 特别是反亲复民的意识 特别是他对于官方的这种 贪污腐败的反抗 所以就会把他赋予到蔡谦 以及蔡谦骂的身上 就这样子 他就有很多传说 乃至于说传说 当然他们藏宝物的地方 曾经传说藏在一个小岛上 而那个小岛上呢 在早晨的时候 阳光上升的时候 会闪闪发亮 因此很多传说是说 哇哪里去找到蔡谦的 这个宝物啊等等的 这当然是后来留下的传说 可是我们在蔡谦骂也好 蔡谦也好 乃至于中国附近的海盗故事上 看到了民间的一种 希望的寄托 特别是在蔡谦骂的身上 你希望说海盗集团 也有他母姓的一面 也有他照顾天地人 各方面都要照应到的一种思维 这样的一种价值观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只在讲一个海盗的故事 而是在讲清朝时期 台湾人乃至于海上的各种 漂流者 移民者 他们内心的一种愿望 他们追求自由 追求有人照应 追求抵抗官府的压迫 抵抗探污腐败 那这样的一种心念 所以蔡谦的故事 当然代表了一种明辩 代表了海盗 也代表了一种反抗的精神 一种自由的灵魂 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历史 可以见证台湾史 他从另外一面来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更深层的人性的所在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你 谢谢你